我们开始课长也提到说 你在等到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 来去再欣赏我吧 我想不要等到追思礼拜 希望孩子们呢 每个最起码 每个父亲节能够感谢我们的父亲 感谢我们的父亲 那这个是几年前孩子 写给我先生的一个父亲节的卡片 那他们会怎么回答 刚刚蒋明老师问的问题呢 如果你去面试 你的父母亲对你有什么影响 那这些就是孩子写给父亲的 那他写给我的 你可能也记得我分享过 是一个长头诗 因为我很爱长头诗 那我先生不写长头诗 他们就写这封信 说谢谢爸爸 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为了他们去无条件的献上 他的时间 他的能力 跟他的一切来帮助他们 他们很谢谢爸爸是一个属神的人 而且在家庭里面 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亲情领袖 深深的扎根玉在神的爱当中 感谢我的先生和他们的父亲 他们觉得是何等的幸福 因为神创造了这个爸爸来祝福他们 然后就写出四点 怎么爸爸影响他们 真的是活出这个真言二十二章六节 教导他们走当行的道 是一个无私的丈夫 我很多的见证 的确他是一个 我已经说了他是最好的女婿 也是最好的丈夫 我自己的字典里面的定义 然后第三呢 他在家庭跟教会担当和平使者 他是一个平衡者 第四呢 就是无条件的去爱跟接纳 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父亲们 今天是庆祝你们来继续的活出神 要给你的命定跟使命 让孩子都在你们的身体当中看到 还有这个最后刚刚提到这四个H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讲的空讲无凭 这个是我常常每个礼拜 我的课里面都给学生们 要他们的挑战所学到的 一定要把这四个H活出来 比5G更有能力 就是这个头脑心手成为习惯 也是刚刚讲一面老师也讲到 不只是思考 就是成为一个习惯 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帮助我们的孩子 建立健康习惯 无论是身心灵的各方面 就是我们的目标帮助孩子 先我们自己活出这个健康习惯 好的 我分享到这里 我能不能插一句 这个或许这个Lina可以提到 因为今天父亲节 我就这个 就这个 就这个 提这个父亲 然后来提一下 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 做爸爸的时代是一个 absent或者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 相当软弱的一个在家里面 一个扮演的地位 或者是一个角色 也使得这一个做母亲的 跟这个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 这个不能够坚强起来 我从牧师的这种点来 这个就是发这个问题 或许这个 其实也有很多的 我应该讲的是这个姐妹 我们也是不小心 然后也把丈夫贬低了 我们讲的一直在鼓励孩子 可是这个 却把这个 至少在心里面上 我们就对了这个 另外一半蛮失望的 那 那怎么来帮助他们 正好我们有两男两女 很公平 我就做一个很短的回应 我先生绝对不是十全十美的 他有很多可以改进的 可是我看到他的 都是他的优点 鼓励肯定他 崇拜他 尊正他 当然也在 神要我们做 先生的助手 助手呢 本来的英文 原文 西巴勒文 是要 像神 也是 犹太人的 助手 同样一个字 所以不是代表低等的公民 而是做他们本身 自己做不到的 神是以色列人的 助手 同样的 我们也是 做妻子的 是我们先生的帮助 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那我们要把 这样的婚姻经营 让父 让我们的丈夫成为一个 神的 所要塑造他们的 就像刚刚 蒋明老师讲到 我们要肯定 赞想 鼓励孩子的 成长的过程 不只是他们的结果 这样呢 他们就 很容易 非常的会 自然的发挥 同样的 我们也要这样的 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来鼓励肯定我们的配偶